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华家强 首先大家要注意了 香港天文台发出警告 位于本港以南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 未来两三小时内将影响本港 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 尤其是狂风暴雨即将来袭 今日上午 天文台路得气温27.7摄氏度 相对湿度9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并伴有雷暴 大家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哦 接下来 一则关于美食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 内地媒体早前揭发 湖南有商贩用福寿罗冒充田罗销售 牵连到广西柳州的网红螺丝粉品牌 孙姐螺丝粉 经过柳州市监局抽验 证实该品牌并未使用福寿罗 网友们可以放心想这道美食了 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则国际新闻 台湾澎湖籍渔船大静满88号 在金门外海作业时 因涉嫌违反大陆休于规定 被大陆海警船强行登检 并将五人连船带回福建 台方证实事发地点在陆方水域内 美国国务院已表示密切关注此事 并鼓励双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天文台 雷雨区靠近或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 明报报道 位于本港以南的雷雨区 正在逐渐靠近沿岸地区 预计在未来两三小时内影响本港 市民需密切留意天气变化 早上八十二十分 天文台路德气温27.7摄氏度 相对湿度9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骤雨已经开始影响本港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并伴有狂风雷暴 大雨山及港岛部分地区 今早录得约10毫米雨量 负热带高压紧 正覆盖中国东南部 今日本港大致多云 有几阵骤雨 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并有狂风雷暴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 市区最高气温约33摄氏度 星界再高一两度 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 大致天晴及酷热 新伟城改善经济牌失效 难取民众信任 东方日报指出 英国首相新伟城上任时 肩负改善国家经济的重任 但保守党政府高层多年动荡不定 加上社会存在根深蒂固的问题 导致民众逐渐失去耐心 新伟城是印度移民后代 为英国史上首位亚裔首相 也是近200年来最年轻的首相 面对前首相卓慧斯 推出的迷你预算案 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新伟城上任后 首要目标是 解决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 他在去年1月发表演说时 承诺降低通胀率一半 减少民众生活成本 并发展经济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然而 改善英国经济并非易事 截至今年3月底 英国就业率为74.5% 低于一年前同期水平 失业率则上升至4.3% 学者指出 当地在教育及职业培训投资不足 造成劳动力市场低技能 低工资 不稳定就业现状 广西网红螺丝粉 被指用福寿螺 柳州市监局抽验后正清白 星岛日报报道 内地媒体早前揭发 湖南汉寿县有商贩大量收购野生福寿螺 冒充田螺销售 其中 广西柳州网红店 孙解螺丝粉 被指移用福寿螺作为材料 引起网民关注 柳州市监局最新通报表示 孙解螺丝粉经抽验后 未发现有福寿螺 此事件曝光后 网上有消息指 登炮厂孙解螺丝粉 移用福寿螺 由于孙解螺丝粉 曾是网红食店 公众对此品牌是否使用福寿螺制作食品 表示担忧 柳州市监局指 实际产品名称为 孙解螺柳州螺丝粉 经核查 产品中含有独立包装的螺丝肉配料包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 企业半成品库中的螺丝肉供应商 为广西中粉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现场提供的营业执照 进货票据和相关检验报告无问题 经渔业水产专家鉴定 样品为田螺肉和石螺肉 未发现福寿螺 东方日报 台湾澎湖籍渔船大静满88号 在金门外海作业时 因涉嫌违反大陆休于规定 被大陆海警强行登检 并带走5人和渔船 台方证实 事发地点在大陆水域内 并警告在该海域作业存在高风险 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关注 鼓励两岸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台海巡述指出 大陆海警近期强势执法 已驱离138艘外籍渔船 并提醒渔船提高警觉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回应称 福建海警依法登检扣查 涉嫌非法捕捞的台湾渔船 旨在维护渔业生产秩序和生态环境 东方日报 日本媒体报道 美国空军计划在冲绳县加首纳空军基地 部署36架改良型F-15EX战机 加首纳艇停长 担心噪音问题对居民的影响 加首纳基地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据点 自2022年12月起 美国空军分批撤走约50架F-15CD战机 并计划在两年内轮换部署F-22或F-35A隐形战机 面对中国威胁日益加剧 美军计划恢复往时做法 重新向加首纳基地永久派驻战机 以维持威慑力 香港电台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上海出席2024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并致辞 提出深化创新合作 推动普惠发展和加强协同共治的三点建议 李强强调各国应相互协作 促进数据跨境流动 自由贸易及人才交流 共同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他还指出 要打造公平开放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 帮助发展中国家 加强能力建设 并推动建立普遍参与的国际机制 形成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大会旨在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促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东方日报报道指出 英国大选前夕 工党在民调中大幅领先保守党 党魁施济贤有望成为新首相 施济贤在竞选政纲中强调创造财富 推动经济增长 展现出与前党魁豪尔滨不同的政治路线 施济贤自小支持工党 曾任大律师和刑事检控专员 自2015年成为下一院议员 2020年当选工党党魁 美媒分析认为 施济贤试图与极左的豪尔滨保持距离 更接近前首相贝利亚的中间路线 这令选民更易接受 星岛日报报道 台湾一旅行团在韩国遭遇车祸 造成一名台湾游客受伤 肇事司机身亡 事故发生在庆上南道聚集市 一辆载有19名台湾旅客的旅游巴士 与逆线行驶的私家车相撞 车头严重损毁 肇事司机心脏骤停 送医不治 台湾观光署表示 事故发生后 团员已由当地导游陪同检查 9人无外伤 1人眼角擦伤 旅行社更换游览车继续行程 东方日报报道 中国大选在即 选民对执政保守党失去信心 尽管部分认可地方政策 但仍决定在大选中 投票反对保守党 首次接受投票的英联邦国家 移民选民 希望支持更接受移民的政党 保守党财政大臣侯俊伟 在英格兰富裕社区哥德尔民参选 但选民如66岁的汉弗莱斯 认为其功绩因支持政府而被摧毁 部分选民如74岁的戴维斯 会按孙子的建议 投票给自由民主党 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 Taywen Sun 希望投票给更接受移民的政党 而部分回教选民 因加萨战争 支持其他小政党 东方日报报道 台湾新北市三重区 在周三早上七十许 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交通意外 一辆小型货车 在中校桥往台北市方向的车道上行驶时 司机疑似一边驾驶一边看手机 未能注意到前方的路况 也没有保持安全车距 结果追撞前方的电单车 导致电单车再撞向前方的私家车 这场意外造成三辆车损毁 所幸电单车司机仅手脚擦伤 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伤亡 警方初步调查认为 这起事故是由于小型货车司机 在行车期间分心所致 并以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对肇事者进行举发 进一步的详细肇事原因 还有待厘清 这场事故给人们再一次敲响了警钟 提醒大家 在驾驶过程中 务必集中注意力 避免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 以确保行车安全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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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